好了 昨天我试了两件事 就是把我的广东话那条片转成英文和中文 为什么会这样试试呢 因为用广东话转英文 我的用意就是想看看 Vishe for AI 理解我的广东话有多少 换句话说 如果他的英文越准 即是他理解我的广东话越好 另一方面 我为什么要试试这个广东话 transcription to Chinese 呢 因为他其实不能去广东话 detected the Chinese 那就和你出书面语 因为我自己口语化地说 就不会说很一板一眼地跟着 grammar 换句话说 他就会很容易错 我稍后就会展示给你看1分15秒里面的影片 我会一排一排排好了 在中间就是Vishe for AI 译出来的东西 最底底就是我人译出来的东西 中间你看到黄色是剪接的时候不需要怎么做事 而淡蓝色就代表勉强ok 而至于灰紫色就代表错到离谱 好了 这样去片 很快就讲我怎么用这个wrap column 这条方法来将我一些bookkeeping的data 转化成为journal entry 为什么我会讲这个wrap column的这个特别呢 就是因为其实对比用Excel 2016做的方法是快很多的 而且他可以随时转都可以的 比如说 铲了这里 你看到这里呢 自动update了 零了 最左手面这里就是一个上面的transaction number 在这里我重复了6个roll的 从1到2 从1重复6次 从2重复6次 那你有4个transaction 那你就有4乘6个roll了 ok 那为什么要放6个roll呢 就是因为每个roll呢 我都要放3个debit的account 你看到这里 Expense 01 debit account 2 Tex debit account 3 那没有东西 0 我大概给你看看样子 那这个有debit account 那就是有credit account 那就是第4 第5第6 就是这样 那这里就会depends on 你transaction type 就会放不同debit account 和credit account 那这里牵涉到你的system 那在这个case上面 我用简化了case 给你看 跟着之后呢 这个account之后呢 头的三个位置呢 就是debit的amount 对应三个debit的account 和三个credit的amount 对应三个credit的account ok 很快地说一下 如何用这个red column 这条formula 来到将我一些bookkeeping的data 转化成为journal entry 为什么我会说这个red column 这个topic呢 就是因为其实对比 用Excel型的6做的方法是快很多的 而且呢 它可以随时转都可以的 比如说 铲了这里 你看到这里呢 自动update了 零了 对吧 最左手面这里呢 就是一个 上面这里 transaction number 在这里呢 我是重复了六个roll的 那由1到2 1重复6次 2重复6次 那你有4个transaction 那你就有4乘6个roll了 ok 那为什么要放六个roll呢 就因为每一个roll呢 我都要放三个debit的account 你看到这里 Expense 01 debit account 2呢 tex debit account 3 那没有东西啊 0 那我就大概给你看看样子 那这个有debit account 那就是有credit account 那就是第四 第五 第六 在这里 那这里就会depends on 你transaction type 就会放不同debit account 和credit account 那这里呢 牵涉到你的system 那我在这个case里 我用简化了case 给你看的 跟着呢 debit account之后呢 头的三个位呢 就是debit amount 对应三个debit account 和三个credit amount 对应三个credit account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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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